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独一无二的百病麻将 首先看这个麻将是真子家 每一个都挑一下可能是真子家 看清楚这个牌 听什么牌 二五重 我在这里 一百三十六个麻将 随便摸一个都可以是摸 比如说这个是一桶 摸回来的话呢 是直接开牌 不用插进去 直接开 是摸的 假如我不是摸一桶 摸其他的牌行不行 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麻将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现在摸是六条 摸回的话 直接就可以开牌 自摸了 摸其他的牌行不行 其实呢 我是一样都可以的 比如说现在是三条 摸回来 直接开牌 开牌很简单 就随便这样推出去就可以 马上推出去 我的手 不用离开这个桌面 就在桌面上完成 这个麻将可以检查 每一个的桌下 是真是假 三条 三条的牌行 是真是假 这是我的电话 修修 摆并麻将 用的是什么方法 是我独一无二的贴膜 麻将这个贴膜 首先看看 这个贴膜 放进去 它是 近距离都看不到五逢 哪个方位 四个方位都看不出来的 还有它的高度 比如说 这两个牌上的一体 我看一看 基本上是一样的 看不出来 实战来说 还有一个人是重要的 他不会掉下来 就这样 人都不怕的 我就在说 实战应该怎么样做 看看这个牌 青牌三重 比较大的牌 在实战里面呢 我把这个三重 首先贴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它不单单是青牌的 都不挑 其实呢 是说 一百三十六个麻将 随便摸一个 都可以不牌 简单 这样说吧 摸个四柄 比如这样说 自摸不了的 但是我在这里呢 就像 这个三重 随便吹过去 摸回来 就直接就开牌 自摸了 四重就自摸了 假如我现在 摸的是六条 那我一样都可以自摸 首先这个牌 推过去 六条 开 就可以自摸 那现在就说 我摸红中 不是一样吗 摸红中 推过去 红中 这样轻轻 推过去 那我就可以 开牌了 也是自摸了 还有呢 我现在说 假如呢 你贴了三桶上去之后呢 你刚刚又摸个三桶回来 那能不能扶牌呢 一样的 直接开牌就可以 三桶直接开 开牌的时候 是随便这样 轻轻的这样 推出去就可以了 很自然的推出去 所有的动作 都不怕 要轻轻推 这个天魔在哪里呢 就在我的手上 看一看 我这里有个的九十片 它的左右 是重点在回收 看一看 轻轻的一推 都回来了 是非常好用的